台湾新闻开日期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美国再传大型枪击案 25号晚间免疫中第二大臣路易斯顿 原名男子持枪先后闯入了保龄球馆 还有餐厅扫射 至少造成了22人死亡 50到60个人受伤 警方表示嫌犯是现年40岁的卡德 他是一名领友证兆的枪械教练 也是美国陆军预备役成员 疑似是嫌犯的白色轿车 以及在附近的城镇被发现 但是嫌犯仍然在逃当中 警方目前正全力的追起 美国时间25号晚间 一名男子手持半自动步枪 闯进美国缅因州路易斯顿的 一家保龄球馆大开杀戒 有民众光脚钻到保龄球机里 才保住一命 嫌犯杀红了眼 又到另一间餐酒馆开枪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50到60人受伤 大量伤患一下子涌入 医院医疗量能拉警报 院方只好赶紧叫休假的医护消假支援 警方表示胸贤是今年40岁的卡德 是领友证兆的枪械教练 跟美国陆军预备疫成员 他疑似身心出了状况 警方动员了数百人 全力追砌卡德 不过他手支枪支又有军事背景 增加了警方弃凶的难度 警方呼吁路易斯顿 跟周边居民锁好门窗就地避难 路易斯顿的公立学校26号 也停课一天 就怕胸贤再度犯案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